去尸的最高警戒先用柴虎树干伞后生灵白猪伞 有效去尸学会不花冤枉钱 首先我们要知道人为什么会生尸 就是因为脾虚了 我们常说脾胃生尸之源 脾胃虚了那么就会导致身体的水尸排不出去 那么造成脾胃生尸 为什么会脾虚呢 因为现代人的普遍压力比较大呀 导致干气愚结呀 干气愚结犯了脾胃 导致脾胃的运化受到了影响 就像是有的人平时一生气就不想吃饭 那么这就是因为干气犯到了脾胃 比较体现在的人天天压力大 干气愚结的人更是殊不胜说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影响脾胃的运化 导致脾胃生尸 那么像是平时出现胸闷呀 情绪反躁呀 胸斜脏呀 失眠呀 胃口差呀 肢体沉重啊 腐胀啊 精神差呀 大便没有形状啊 那么这个时候多时干瘀翻到了脾胃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先用柴虎树干后生灵白猪 一方面的树干气 让干气不再横翻脾胃 一方面的健脾去湿 把身体的水湿排出体外